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全球最顶尖的军事训练 红旗军演每年都要邀请世界各国的空军部队前来参加 有时候甚是能够集中二三十个国家和飞行中队 以及上百架战机 勘争空军界的武林大会 不过就是在这样高规格的武林大会上 有一支部队的角色却显得极为特殊 他们经验老道 武功盖世 但是却处处与自己人作对 成为各国空军飞行中队 竟想要打败的目标 他们将敌人模仿的唯妙唯笑 却又对盟友的空军了解的一点不少 他们有时候身穿奇装异服 形势十分高调 有的时候却又神龙见首不见尾 显得十分神 那么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这支部队的背后又有怎样 未曾解密的故事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006年8月 神秘的美国内华达州51区上空 正在爆发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空战 一架F-16战机紧紧咬住一架F-22的尾部 从万米高空一直缠斗到距离地面 只有几百米的地方 F-22战机使出浑身解数 却始终无法摆脱F-16的追击 双方在人们头顶盘旋近半个小时之后 消失在厚厚的平层中 原来就在这一天 美国空军第65入侵者假想敌中队的 多架F-16战斗机 从内利兹空军基地 飞复位于内华达州沙漠中的 空军空战中心 与驻扎在那里的F-22隐形战斗机 进行了一场近距离模拟空战 以训练F-22飞行员 和他们的飞机在模拟空战中找到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法 第65入侵者中队 是美国空军的一支专业假想敌中队 该中队由从全美国空军挑选的最精锐的飞行员组成 装备当时最为先进的F-15和F-16两种战机 主要负责在空战中模拟苏联战斗机的特点及战术 与美国空军及其盟国空中力量的飞行员进行对抗演练 训练了数千名飞行员 美军空军将领莫斯利 曾称65入侵者假想敌中队的历史是传奇性的 他说入侵者假想敌中队将对我们航空兵空战能力的提高 发挥直接作用 而此次在与F-22的对抗中 第65入侵者假想敌中队再次获得了很不错的战绩 甚至让F-22的飞行员试了不少苦头 我们说F-22是四代机中的王牌具备相当强的隐身和超音速巡航能力 而F-16是一个三代机 可以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代 但是我们看到入侵者中队的F-16竟然能让F-22持结了苦头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吧 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 这次它的空战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空战 它进行的是近距空战 我们知道F-22它最大的特点 它是可以远距作战的 而且它具有很强的隐身性能 也就是说在距离你很远的时候 我可以先敌发现 很早就把你打下来 而这次演练的是他们已经是近距格斗了 那么可以说把F-22很多优点 它都没有发挥出来 另外一个原因不可否认 美国在做假想敌中队的时候 它一般都是选择最优秀的飞行员 那么这些最优秀的飞行员 往往就是战场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它在进行演习的时候 它和F-22 它一些比如说比较年轻的飞行员相比 它肯定是占有优势的 假想敌中队都是老鸟 而相比较而言的话 F驾驶F-22的这些飞行员 可能也都是一些有充分的 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等等 但是对于驾驶或者操作 F-22这个全新一代的飞机来说的话 它们就是一个菜鸟 它们没有办法把F-22的飞行性能 发挥出来的话 那么在对付这些老鸟的过程中间 它们一定会占下风的 另外一点 因为我们以前就曾经讨论过F-22 F-22也不是一个万能的武器 它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它也曾经败脸过像台风这样的一些武器 我觉得假想敌中队的取胜概率要远远大过 F-22的飞行员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对机型的掌握的问题 当时这场对抗演习的话是发生在2006年8月份 F-22第一个中队服役初步形成战斗力是什么时候 是2005年12月 也就是说这次对抗的话 仅仅在中队组建 初步形成战斗力之后的短短的几个月 那么F-22你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 就把四代机的你的这些优势都了解掌握发挥出来 这怎么可能呢 相比之下 F-16 F-15也好 入侵者中队的这些假想敌中队 首先第一个 这些飞机都是非常成熟的飞机 基本上经过历次改进之后 它的性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了 所以说呢 这一次第65入侵者中队 可以说在对抗F-22的过程当中 表现是非常优秀的 但就是这样的一支非常优秀的假想敌部队 在不久之后却遭遇了灭定之灾 2014年9月26日 内利斯空军基地内 多架F-15战机依次排开 整齐划一的停放在跑道上 几十名飞行员 以F-15战机为背景 纷纷拍照留念 据美国媒体报道 因为经费紧张 美国空军第65入侵者中队 当天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就地解散 第65中队指挥官格雷格中校告诉记者 为满足五角大楼削减防务预算的需求 该中队的19架F-15和F-16战机将被停飞 这预计将节省3500万美元的经费 据他称 解散之后 第65中队的大部分成员将会分配到其他部门 其中大约有90名维修人员将在六个月之内转移到第64飞行中队 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不是第65入侵者假想敌中队第一次被撤编 1989年 该中队就曾被临时裁撤 后于2006年在内华达州南部的内利斯空军基地重建 而此次裁编也许会将成为第65入侵者假想敌中队真正的卸目 我们说第65入侵者假想敌部队可以说是战功赫赫 同时可以用另外四个字来形容它是时运不济 我们发现在1989年的时候曾经被撤编一次 好不容易恢复了 那么之后又被裁撤了 我们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你看着好像有点点背 但是点背的背后的话总是有一定的必然的原因的话 那么89年那次裁撤的话 个人认为的话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不属于其他的原因 89年是什么时候 就是冷战已经到了末期了 冷战末期的时候 整个东西方对抗 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的那种空中的对抗的话 不再变得那么紧迫了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次的话 实话说我对65中队被裁撤的话 不是特别的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美国空军 现于主力的加强机中队里面 65中队和64中队 它是有分工的 64中队的它主力的编制的话是F-16 这个F-16的话 它实际上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的话 它是中型战斗机 在美国认为是轻型战斗机 那么它可以模拟 比如说米格29等等 这样的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装备量比较大的 这么一些战斗机 那么目前美国空军可能认为它还有继续模拟的必要 而且很多国家还在装备这些 我觉得它可能在美国空军的评估里面 它可能对65中队的重要性和64中队的重要性 它还是进行了一下评估 那么我觉得它应该认为64中队 加氧机中队 可能在整个美国空军的加氧机方面 它可能更重视这一支部队 那么65中队它的主力装备是F-15 F-15它属于双发重型战斗机 它一般来说模拟的是比如说苏-27 苏-30 那么装备这些战斗机的这些国家 目前从全世界方面来说的话 正在向第四代战斗机 或者俄罗斯的说法叫五代机进行转型 有些开始预言五代机了 而美国自己F-22 F-35已经大规模的开始要 有的已经大规模装备部队 F-35也开始要入役了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65中队是不是又像当年89年一样 面临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我先裁撤 裁撤完了之后 可能未来要转型成一个模拟四代机或五代机 这么一个单位 所以说它虽然裁撤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说 这个力量彻底就没有了 它只是说一定时期内 可能采用了一种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 那么有新的需求之后 它要重新再建设这个 恢复这个编制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它以前更多是模仿这个苏联的飞机 那么现在这个任务可能不是那么紧迫了 所以说它要把这个很强有力的力量呢 再合并到64中队去 我们可以看它这次的一个设计方案不是吗 它把一部分维生人员 其实是补充到64中队了 那么它的一些 还有一些种子选手 它要分散到全军去 整个全空军 那么它也是 它可以带动整个空军 其他的这个带一些新手 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第65中队这样的遭遇 确实让人感叹不已 不过呢 在美军序列当中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第65中队之外 还有另外一支更为特别的假想敌部队 究竟是谁 我们去了解一下 在美国空军的序列当中 一直有一支最为神秘的假想敌中队 相传它使用中国战机进行训练 专门负责模拟中国空军的战法 它被称为第4477红鹰中队 这支中队自组建以来 就从未公开露面 其保密程度 甚至堪比当年的F-117 F-16意外击落F-22 第65入侵者中队高调亮相的同时 是否真的具备打败隐形战机的空前实力 或者是操作F-22这个全新一代的飞机来说的话 它们就是一个菜 入侵者打遍美国空军无敌手 神秘的假想敌中队 究竟还有怎样未曾公开的独门绝技 这次演练的是 他们已经是定居格斗了 那么可以说把F-22很多优点 它都没有发挥出来 斩机数量大幅缩减 假想敌中队一再遭遇裁撤 四个满边的入侵者 为何如今仅剩独目之称 看着好像有点点背 但是点背的背后的话 总是有一定的必然的用 其他国家空军 是否也有类似美国入侵者的假想敌中队 沙场推出 以假乱真的入侵者中队正在播出 假想敌中队虽然身份敏感 担负的也是略带几分神秘的任务 但是在军队内部 甚至是美国民众的印象中 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是因为如此 第65入侵者中队从裁撤到恢复建制 再到再次裁撤 都一直公开在公众的视野范围内 从未有过隐瞒 然而让人们感到奇怪的是 同样担负假想敌角色的 第4477红鹰中队 从一诞生开始 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其保密程度甚至堪比当年的F-117 在美国空军的序列当中 一直有一支最为神秘的假想敌中队 相传它使用中国战机进行训练 专门负责模拟中国空军的战法 它被称为第4477红鹰中队 这支中队自组建以来从未公开露面 直到2006年 美国空军才公开承认 曾在拉萨维加斯西北部的 托诺帕实验吧场 使用中国战机进行训练和研究工作 随后 斯明曾经参与该项目的飞行员 也结束了数十年的沉默 向公众媒体透露了相关信息 自此 传闻中的美国空军 4477红鹰测试评估中队 终于得到了证实 据媒体报道 从1977年到1988年 4477红鹰测试和评估中队的总部 就驻扎在内华达沙漠内的 内里斯空军基地 再包括托诺帕实验靶场在内的多个机场 扮演苏联和中国空军部队 与来自美国空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精英飞行员 进行模拟实战对抗训练 极大提高了飞行员的作战手机 美国空军甚至将红鹰中队的驻地 与秘密研制中的F117隐身战斗机 放在一起 并秘密建设了专用跑道 攻其所属的战斗机使用 而且出于保密需要 该项目的预算并不直接向国会申请 而是挂靠在F117隐身战斗机的研发费用下面 美国空军要求参与该项目的全体人员 严格保守秘密 不仅红鹰中队的全体成员 而且参加训练的人员 都必须签署保密协定 发誓要对该项目守口如瓶 我们说4477红鹰是一支非常神秘的假想敌中队 那么它的神秘程度堪比当年的F117 同时我们看到据说 它拿我们国家的战机进行训练 这也是不是它非常保密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它要对红鹰中队所采用的这些飞机 它的来源进行保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知道美国自己不生产这些米格机 这些米格机是哪来的 它一定是从原来的使用方那 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拿过来的 或者是买过来的 或者是交换过来的 甚至有可能是偷过来的等等 它都能够公布于世 所以说从保护飞机来源的角度来说 它要对这个单位进行保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都要对训练内容进行保密 就是加想敌中队是要模拟主要的作战 对手他的空战特点 他的战术特征等等 来提升他自己战斗机飞行员的空战能力 那么在这个空战的演练的过程中间 美国空军实际上要找对方飞机的一些弱点 二战的时候 他们美国曾经得到了一架日本的临时飞机 那么通过自己内部的飞行测试等等 发现临时飞机的盘旋性能很好 但是俯冲性能非常差 因此他马上找到了针对性的空战动作 他的空战战术特战术设计的话 就要围绕这点来设计 那么一旦你要公布出去的话 或多或少 有可能就把你的一些战术动作 战术特点设计就可能泄露出去 那么这对于未来可能爆发的空战的话 几方就非常的不利 因此这点要保密 第三个 要对你的训练对象保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很多的美国空军飞机飞行员 到一个战场的话 可能你不知道对手是谁 不知道他的特点是谁 他就是要训练你这种 在无准备的条件的情况下 你的应对能力 所以美国的 比如65中队也好 64中队也好 或者像4477中队这样的话 在训练的过程中间的话 他很多的都不提前不打招呼的 那么他们的训练方式是什么 用一架T38在一个空域等着 然后你过来之后 马上发出一个信号 然后模拟开始 然后美国空军飞行员突然发现 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美国熟悉的机器 而是一个米格机型 那么这个时候 对他来说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考验 一个战术上的考验会更加充分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的话 保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你必须要构置这样一种环境 你来验证真实的战场环境下 要真正你和米格机打起来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应该是不得不保密 那么如此神秘的4477红鹰 那相对于美国的其他假想敌部队 它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其实它还是比较特殊的 它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这个中队要求 你要能够编写一些训练的教材 我们知道刚才陈老师也讲到了 他是通过一些各种渠道 弄到了这些飞机 他不可能知道 这些飞机怎么训练 它有什么样的 因为你要是自己过家产的 你有这些东西 那他没有 那么他就需要在平时飞行中 他要能够写 这个怎么训练 要进行哪些科目 就要自己来编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非常难的 因为这些装备 都是通过各种渠道 什么骗来的 缴货来的 这个国际黑市上弄来的 那么它零部件没有 那么这些飞机 一旦它要是坏了破损了 特别是很多的 像米格飞机 有的它这个 其实还是挺容易出故障的 那么它必须还要能够 对它进行维护 就相应的这些维护人员 还要能够维护 甚至有一些零部件 还要自己去生产 所以对它的维护人员 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可以说 这样一支部队 无论是从飞行员 还是从它维修保障人员 应该说全面的素质 都是非常好的 正是因为 肩负着独特的任务 才使得美国的 4477红莹 显得十分的神秘 不过相比而言 在美国空军的 假想敌部队当中 有一个比它的知名度 还要高 究竟是谁 我们去了解一下 在美国空军 众多的假想敌中队中 作为知名的 无疑是第64 入侵者中队 它因为每年参加 红旗军演 而成为各国空军 最为熟悉的对象 该中队 主要采用F16 模拟苏联战机 飞行员战斗技巧 十分刁钻 曾经创造过 用二代机 击落三代机的战机 因此也成为 各国空军 最为忌惮的对手 而据媒体报道 第64 入侵者中队 自上个世纪 80年代组建以来 不断吸引 精英飞行员加入 如今 已经发展成为 美国空军编制 最为庞大的 假想敌中队 不过 在20世纪 七八十年代 美国空军 至少曾经有四个 满边的入侵者中队 可以与64 入侵者中队抗衡 其中一个部署在英国 一个部署在菲律宾 剩下的两个 部署在本土 内华达州的 内里斯空军基地 不过 真正让大家关注的 却是美国空军的 第26 假想敌中队 该中队装备的是 老旧的F5E战斗机 作战性能 无法与其他中队的 第三代战斗机 相提并论 不过 它也有一个 不能不提的特点 那就是驻扎在 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 成为美国空军 为数不多的 部署在海外的 假想敌中队之一 我们说作为 空军内部训练的 一个陪练 可以说大部分的 假想敌中队 都应该是在国内的 但是我们发现 美国的第26 假想敌中队 竟然是在菲律宾 我们怎么去解释 当时 这要看当时的 一个历史背景 就是在上个世纪 70年代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菲律宾的 美国的 克拉克空军基地 是整个美国 在亚太地区的 可以说是最大的 空军基地之一 而且是前沿基地 在这个基地的话 它担负着整个面向 东南亚的一些作战事物 当时越南战争 是如火如荼 在越南战场上 美国的空军的 战斗机 包括其他的作战飞机 面临了米格基的 一个巨大的压力 因此 不论是美国海军 还是美国空军 都迫切的需要 模拟一下 米格基的一些 作战特征 如果你要再给它 放到国内的话 可能训练的话 可能场景的话 就可能距离太远了 相反 克拉克空军基 距离近 那么正好是 这些战斗机飞旋 可以就近得到训练 那么比如说 美国后来有一部电影 叫Top Gun 就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情况 当时美国 他在越南战场上 面临的主要的作战对手 是米格基 他要模拟的这些作战对手的话 他就找一个机型 这个机型正好是 当时美国大部分 假想机中队 包括这支假想机中队的主力装备 就是开始的时候是T38 就是美国的一款胶连机 它的主要的抨击是胶连机 然后T38 在T38基础上改进型 成了一个外贸型的一个战斗机的话 就是F51 F51和双座型的叫F5F 而这款战斗机的话 美国空军 包括美国海军都拿过来 用来模拟米格21的一些作战动作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说这款战斗机 结合这个中队 放在了东南亚克拉克空军基地的话 对于正处在如火如荼的越南战场 作战任务的这些战斗机飞行员来说的话 那真是适得其所 那和刚才我们多次提到 遭遇过撤编的第65中队相比 第64中队可以说是经久不衰 那么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特别体现的那四个字 与时俱进 因为无论从他的装备 从他的作战 他的这个这个模拟对抗的思想 从他这个战术的升级 应该说他随着时代 他才不断的进步 我们从装备来看 那么过去呢 他可能更多装备的这个是米格系列的这些飞机 那么据成有报道说 他呢下一步要装备 这项速量7 这样的飞机 就是他的机型的变化 根据现在主要对手使用的机型 那么他把装备进行调整了 不仅仅这样 他特别引入了一些新型的作战力量 新型的作战元素 比如说他把空间站引进了 就是空间力量 怎么能辅助我这个模拟的这些飞机的训练 那么这都是未来作战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么当时曾经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64中队啊 曾经最小的时候 缩编道只有旗架飞机 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 叫做战术对抗的一个小组了 他已经不把它作为一个中队来看了 那么后来在凌争三年以后 这个他才逐渐的又恢复了这种中队的建制 所以正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原因 才导致两支假想敌部队 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几支美国的假想敌部队 究竟在美军当中有多少支假想敌部队 接下来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 截至目前 美军一共组建过9支假想敌中队 除第57敌军战术大队之外 本土内利斯空军基地还驻扎着第64假想敌中队 主要使用16架F-16C模拟中俄等国的轻型战机 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第65假想敌中队 使用19架F-15和F-16战斗机 模拟中俄等国的苏-27战斗机 而部署在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的第18假想敌中队 则使用F-16C战斗机模拟假想敌中队 其中第18假想敌中队 是美国太平洋空军目前唯一的假想敌中队 主要为太平洋美军空军飞行员空中作战训练 提供近乎实战的模拟作战环境 除此之外 美国海军航空兵的第12战斗机中队 也担负着模拟假想敌战机的重任 提到美国海军航空兵的训练 影迷和军事迷都会想起那部经典电影《壮志凌云》 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便是第12战斗机中队 据媒体报道 第12战斗机中队驻扎在福吉尼亚滩的 奥西亚纳海军航空基地 他们的装备是几架涂装俄罗斯空军风格的 F-18大黄蜂舰载机 主要负责为美国海军 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军事单位的航空兵 提供军事训练 甚至训练他们对航母进行空袭的能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曝光并不多的第177假想敌中队 它完全由堪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组建 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支非军方的假想敌中队 刚才我们说到的假想敌中队 大多都是空军或者是海军的航空兵组成的 但是我们发现在堪萨斯州 国民警卫队竟然也组建了一个第177假想敌中队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应该说的国民警卫队在整个美国国土安全 这方面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能好多人不太理解美国的国民警卫队 它类似于什么呢 就类似于我们的武警和预备役这种混合的力量 但它的指挥权很独特 它归本州指挥 就各个州指挥 但是它有国家对它有指导权 但它实际上是各州来决定对它的使用 而且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把这个国民警卫队呢 这个转成这个作战部队 那么为什么它现在搞了一个177的这个假想敌呢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 现在美国这个在国土安全方面 它认为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形势 也不再像过去的 比如说国土安全 对付的都是一些小打小闹 那么小的一些小的流氓团体 或者类似一些小的不安全因素 而现在一些恐怖主义分子 甚至可能拥有一些可怕的 甚至大规模毁伤性的这种武器 那么对付这些目标 那么它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 所以它也要搞一些假想敌 那刚才呢 其实我们谈到了第65中队 谈到了神秘的四四七七红鹰 那么同时也谈到了 驻扎在菲律宾的第26假想敌中队 以及可以说多次亮相 红旗军演的第64中队 美国的假想敌中队有九支之多 美国为什么要建立这么多的假想敌中队 说明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 为什么非常重视呢 就是美国人吃过苦头 就是没有假想敌的情况下 它的飞行员的培训的话会有问题 在越南战场上的话 美国空军可以说是损失非常的惨重 应该来说越南空军 相比美国空军来说的话 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 无论是装备的质量 还是装备的数量 飞行员的本身的素质和能力等等 越南空军都是非常的弱小的 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悬殊的对比下 美国空军 包括美国海军航空兵等等 在越南战场上可以说是摔了无数架飞机 而且在若干次空战中间也没有占到优势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美国海军成立了套布干 美国空军成立了红旗军演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多支呢 就是说你是不是空军搞一个 海军搞一个就可以了呢 其实上它是里头是有不同的安排 不同的分工的 比如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 64中队 64中队的话 现在主要的装备 它是F-16 F-16的话是中型战斗机 或者轻型战斗机 模拟的是一个中型战斗机 这么一个等级的飞行动作 那么全世界范围的话 它可能更多模仿的是米格29 这个级别的飞行器 65中队 它的主力装备的话 是F-15双发重型战斗机 它的任务的话 主要是模拟 类似于苏27苏30 这样的双发重型战斗机 然后阿拉斯加 为什么搞一个模拟中队的话 因为阿拉斯加实际上 对于美国本土安全的话 它是整个北美防空的最前沿 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报道上面 发现说 俄罗斯的飞机又飞到阿拉斯加 边缘的上空 或者阿拉斯加又部署了 什么样的雷达 什么样的空军 就是因为阿拉斯加 它是处在地球的 从俄罗斯境内到北美地区 最前沿的这么一个地带 那么因此阿拉斯加 也是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的 一个核心地 核心的作战区域 在这个区域的话 是美国很多的 作为本土安全拦截所用的战斗机 基本上都首先要部署在那 那么意思 在这个地方部署一个 甲响地中队的话 对于训练驻扎在那儿的 战斗机部队的话 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它整个是有分工的 是有安排的 正是在这种分工安排的情况下 导致了它的模拟 模拟的甲响地中队的话 数量显得特别的庞大 刚才我们提到了 美国的甲响地中队之多 各司其职 而且是颇具规模 但是说到世界上 第一支甲响地中队 其实它的创立者 还真不是美国 那究竟是谁 我们去了解一下 1966年 一名叫做穆尼尔的伊拉克飞行员 驾驶战机叛逃到以色列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东战争期间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 然而 以色列在接纳这名伊拉克飞行员的同时 还迅速调集一批优秀飞行员 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飞行中队 F-16意外击落F-22 第六十五入侵者中队高调亮相的同时 是否真的具备打败隐形战机的空前实力 或者是操作F-22这个全新一代的飞机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一个产品 入侵者打遍美国空军无敌手 神秘的假想敌中队 究竟还有怎样未曾公开的独门绝技 这次演练的是他们已经是定居格斗了 那么可以说把F-22很多优点 它都没有发挥出来 战机数量大幅缩减 假想敌中队一再遭遇裁撤 四个满边的入侵者为何如今仅剩独目之称 看着好像有点点背 但是点背的背后的话 总是有一定的避展的原因 其他国家空军是否也有类似 美国入侵者的假想敌中队 沙场推出以假乱真的入侵者中队正在播出 从蜻蜓这个名字上看 丝毫让人联想不到 它是一支具备强大的战斗力的假想敌中队 但是俗话说 小河柴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力上头 这只蜻蜓来的的确够早 1966年 以色列人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空军假想敌中队 而不仅如此 对以色列空军而言 这支名为蜻蜓的假想敌中队 还意味着更多的荣耀 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的假想敌部队 是1966年以色列组建的外国空军模拟大队 又称第155蜻蜓中队 当时一名叫做穆尼尔的伊拉克飞行员驾驶战机探讨到以色列 以军便迅速调集一批优秀飞行员由穆尼尔指挥 他们按照苏军的训练方式进行训练 模仿苏军和中东国家的空战动作 经过与该模拟大队进行对抗训练 以色列空军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 在其后与伊拉克的空战中 甚至以1比20的战损比率重创对手 而据媒体报道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第155蜻蜓中队就一直驻扎在 埃拉特以北约60公里的 内阁夫沙漠里的乌夫达空军基地 这是一个由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资 为以色列修建的高等级军事基地 和美国空军的假想敌中队不同 第155蜻蜓中队的编制十分灵活 当以色列遭遇战争时 该中队的人员和装备就会被迅速打散 编入其他部队执行任务 当任务结束之后 他们又重回基地进行集中训练 而作为以色列空军的老牌部队 第15蜻蜓中队曾使用过 文士 流星 飓风 天鹰等多款战机 不过在乌夫达基地担任假想敌的 并不仅仅只是这些战机 甚至还有地面部队和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用于模仿不同的战场环境 同时据媒体透露 第15蜻蜓中队还下下一个地对空作战分队 可以用来模仿敌方的防空部队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155贾想敌中队 它的编制可以说是更为复杂 不仅有地面部队和阿帕奇进行搭配作战 同时还专门下下一个地对空的作战分队 用来模仿敌军的防空部队 那么在您看来 以色列贾想敌中队这样的一种编制是否合理呢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一样 那么过去空战的可能就是一对一的这种空中的格斗 也有可能是多个机群之间相互的这种缠斗 那是过去的这种空战 而现在的空战不是这样 那么现在的空战它有一个大背景 它是在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战场背景下 你不仅有空军的力量 你也有陆军的力量 你有地面的力量 那么你还得有比如说一树之高的这种直升机 那么它属于这个也是新型的一些作战力量 那么这些力量其实都要参与到作战当中来 那么对于你这个空军的这个飞机来讲 另外你还要对付防空部队 那么比如说地空导弹呢 雷达部队呀 那么如果你不设置这些目标和背景的话 那么你这种空战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空战了 设置一种简单背景下的空战 那肯定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对于现代的这种战争的这种模拟 很多都是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种背景下 也不仅仅是这些力量 另外还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电磁环境下 那么都使用不同的电磁频谱 那么怎么样对自己的电磁频谱 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管控 那么这些都是在现代战争中 必须具备的这种真实的战场环境 那么只有你设置了真实的战场环境 使用了最真实的数据库 你才有可能获得最真实的战场效果 否则的话你打了半天 可能战场就不是这样打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 用最真实的环境 最真实的数据库 进行最真实的近似于实战的模拟 所以复杂有它复杂的好处 那么陈老师在您看来 如何看待以色列 假想敌中队的这种编制 这种编制其实上是环境所迫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色列空军和美国空军不一样 美国空军的话 第一个它规模比较大 第二个它分工比较明确 你看当年研制F-15的时候 美国空军给整个卖道公司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要求卖道公司在整个设计F-15战斗机的时候 不要为对地攻击性能付出一公斤的代价 这架飞机就是专门用来空战的 你不要想着它还要对地扔炸弹的事 但是这个问题放到以色列能行吗 不行 美国空军几千架作战飞机 以色列空军只有700架 周围强敌凌利 阿拉伯国家那么多飞机 你如果我总共就这三四百架飞机 然后我这几十架飞机专门用来空战 这几十架飞机专门用来对地攻击的话 那肯定是入不敷出的 肯定是不够用的 因此以色列空军一定要想着多用途 所以说F-15 当年F-15以色列从美国引进来之后的话 经过多次的改造之后 就把它变成了一架多用途的战斗机 既可以空战又可以对地攻击等等 因此它在日常的模拟训练中间 它一定要把这些作战任务模拟出来 那么包括空地的协同 包括对地的攻击 包括配合陆军部队怎么样行动 以及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模拟空战等等 它都要模拟出来 这是以色列空军它所处的安全环境 和它的作战任务所逼出来的 这个美国空军是不能相逼 逼论的 我们说以色列空军的假想敌中队 和美国的入侵者假想敌中队相比 有着很多明显的自身优势 而且不仅如此 他们还会经常走出去 和各国空军的精锐部队进行着面对面的较量 除了在乌福达基地进行日常训练之外 第155中队还经常巡回以色列境内各空军基地 进行特别的公路旅游 锻炼其飞行中队的实战能力 这些训练通常历时一周 更特别的是 2001年3月 第155清亭中队甚至还不远万里 飞赴美国内华达州内里斯空军基地 参加美军组织的红旗军演的空中对抗训练 并与美国空军假想敌中队进行技术交流 而据媒体报道 近年来 在加拿大的枫叶旗军演 美国的红旗军演 意大利戴奇莫曼努军演等知名演习中 均有以色列空军假想敌中队飞行员参加的记录 尤其是意大利萨丁岛上的戴奇莫曼努演习场 内涵计算机监控的演讯空域和对地攻击罚场 足以满足各种空战与对地攻击演习的需要 2009年 以色列空军便派出五架F-16CD和五架F-15E型战机 到萨丁岛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演习 而在2008年6月 以色列空军甚至还派出了一把游架战机飞到希腊 用以模仿对伊朗实施远距离打击 我们说以色列的第15架敌中队不仅常年在国内的基地进行训练 同时还经常飞到世界各地和各国的军队进行训练 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如此注重和其他国家的交流 其实这是非常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空战的时候 影响空战的因素其实是很多的 除了这个装备本身以外 那么飞行员他的这种战术动作 另外还有他的一种行为理念 其实也会充分展现在这个整个的对抗过程当中 那么如果你经常飞到世界各地呢 你就可以了解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 不同装备 不同的飞行员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模式 那么这些思维模式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战术动作 和他在战场临场发挥中 他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和判断 那么通过这样的交流呢 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不同国家飞行员的一些了解 对不同装备的了解 特别他知道不同的地域 我们知道这个飞机他战场适应性也是很重要的 他对这一代比较熟悉 可能一定程度上 他对于飞行员的这个心理 他会产生一个良好的暗示 不仅仅这些原因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呢 就是以色列呢 他国土面积比较狭小 那么他呢 现在很多作战呢 都是远程的这种奔袭作战 那么他只有通过经常飞出去 这种远程的这种奔袭 那么他一定程度上呢 他可以锻炼他远程作战的这种突击能力 那刚才我们的话题当中 也多次提到了多支美国的假想敌部队 那么和美国的假想敌中队相比 以色列的假想敌中队 它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经验丰富 这是以色列军队的话 比美国军队的话 更大的一支本钱 我们经常说美国军队经常打仗 二战结束之后的话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然后后来是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科索沃战争等等 打了很多仗 但是相比较美国军队来说的话 以色列的他的军队的话 他可能参战的密度的话 更强更大 可以说从以色列建国以来的话 他的这支军队的话 就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哪怕是短暂的一些停火间歇的话 他这支军队的话 也经常要随行各种各样的作战任务 直到今天的话 他的空军也经常性的要跑出去 来这个定点清除 那个轰炸任务等等 也是时刻不停的 所以说米色列空军的话 在长期的这么一个高度对抗的作战环境下 他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的话 比如说我们觉得 他具有对各种体系的机型的对抗 这个是美国空军所不具备的 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在谈 美国空军模拟假想敌等等 我们听到了模拟假想敌 基本上是米格基 就前苏联空军等等 但是相比较以色列的话 美国空军这些方面的模拟经验就要差得远 以色列空军在长期的作战环境中间 他不仅要对抗阿拉伯国家 从苏联引进的米格基 或者苏式飞机等等 还有法国的飞机 还有英国的飞机 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体系的飞机等等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不同国家的作战飞机 他的比如说战斗机 轰炸机 他的飞行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战理念又是不一样的 那么以色列可以说 跟杂七杂八五花八门的作战对手 在过程中间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 这就从而使得他的模拟假想敌的中队的话 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锤炼自己的战斗机飞行员 使他具备对抗各种机型的能力 第二种以色列空军 他在整个的作战经历过程中间 他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对地攻击的形式 比如说有跑到伊拉克轰炸对方的核反应堆的 有跨过地中海 对突尼斯的巴结总部进行定点轰炸的 然后甚至还有远程奔袭到非洲南部 乌干达的等等 这些 然后现在就像这张图片里面所显示的一样 F15对加沙地区的一些定点清除轰炸行动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过去美国空军根本没有那么丰富饱满的作战样式 这个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优点 入侵者是美国空军假想敌中队的代名词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美国空军先后组建了九支假想敌中队 他们各司其职 用精湛的飞行技巧 灵巧的空战动作成为美国空军战斗力提升的倍增器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美国空军的强大并不是因为装备了F22和F35这样先进的第四代战机 而是得益于假想敌中队的辛苦陪练 它的付出和存在的意义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超过闪电的速度 前所未有的性能 美军下一代空中之眼 是否真的能够百战百胜 美军黑鸟挑战整个苏联防空体系 未来SR-72是否真的能够肆意穿越别国领空 米格三十一大战SR-71 在前所未有的美苏竞速赛中 究竟谁是最后的赢家 下期沙场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